十节的泡泡枪僵尸就连喷出来的泡泡也是十节的 那么四柱满节的植物配上三颗能量豆 谁能击败75个被磁砖加强的泡泡枪僵尸呢 挑战开始 首先登场的是机枪豌豆 十节的泡泡扑面而来 直接带走一株机枪豌豆 第二轮泡泡袭来的时候给机枪豌豆开启能量豆大招 开大招都挡不住啊 这泡泡太猛了 机枪豌豆out 接下来登场的是豌豆排击炮 看样子爆炸豌豆也打不破这么多泡泡 经过磁砖加速的泡泡枪僵尸走得非常快 豌豆排击炮也扛不住了 泡泡枪僵尸获胜 下面登场的是猕猴桃 四个猕猴桃的金箍棒同时用来打泡泡 你别说效果还不错啊 猕猴桃居然破解了十节的泡泡 我们看到猕猴桃非常的稳 一株植物都没有损失就获胜了 下面登场的是鲜尾胶机箱手 没想到打破泡泡的爆炸效果还挺好看的 只能用大招来规避泡泡的攻击了 但是依旧坚持不了多久 鲜尾胶机箱手out 接下来上场的是猫尾草 面对十节的泡泡 猫尾草也显得力不从心 给猫尾草为能量斗 哇这大招升天了呀 有时候会追踪的大招 反而不是好事啊 这一局依旧是泡泡枪僵尸获胜 下面上场的是原始豌豆射手 十节的泡泡给我破 原神启动效果就是不一样 同样是一株植物都没有损失 原始豌豆射手获得了胜利 下面上场的是毒液豌豆射手 我们看到泡泡变成了绿色 泡泡在场上弹弹弹弹 但是毒液豌豆射手还是被抓走了 很遗憾毒液豌豆射手out 下面上场的是茄子忍者 直接的泡泡在茄子忍者面前完全不够看 都进不了茄子忍者的身啊 茄子忍者简直太稳了 最终茄子忍者毫不费力获得胜利 下面登场的是尖刺秋葵 顶着泡泡开出大招 就连泡泡都被染成了紫色 就算没了大招 尖刺秋葵依然可以战胜泡泡 这一局尖刺秋葵获得了胜利 下面登场的是冰龙草 泡泡不仅变色了 还被冰冻住了 冰龙草乘身追击 泡泡太多了 冰龙草被抓走了一只 又有一株冰龙草被抓走了 最后决胜负的时刻 诶 冰龙草回来了 下面上场的是火鸡投手 火鸡和泡泡的对决 究竟哪一边能够获胜呢 最终火鸡投手out 下面上场的是暗夜菇 我们看到僵尸和泡泡都被染成了绿色 顶身的暗夜菇也会被泡泡抓走 那就只能依靠能量斗大招来规避泡泡的抓捕了 暗夜菇悬在空中 它居然回来了 它好顽强啊 这一次泡泡太多了 它还是被抓走了 不过僵尸的数量也所剩无几了 最终暗夜菇获胜 下面登场的是三重射手 面对时节的泡泡 三重射手开起大招 开大招也没用啊 根本打不破泡泡啊 最终三重射手out 下面登场的是宝林泡泡 你也是泡泡 我也是泡泡 比比谁的泡泡更厉害 宝林泡泡完胜 下面登场的是火焰花女王 面对天上的泡泡 火焰花女王不断地烧地板 这样真的可以击败泡泡枪僵尸吗 最终泡泡枪僵尸获得了胜利 接下来上场的是苹果排击泡 注意看 泡泡都被眩晕了 苹果太多了 苹果排击泡开出大招 哇 好多的苹果 苹果排击泡 苹果排击泡居然被带走了一只 看样子还是不能松懈 最终苹果排击泡有惊无险 获得了胜利 下面上场的是公主弹簧草 开启能量斗大招 超多的弹簧 不仅是僵尸 连泡泡都被弹开了 最终公主弹簧草out 下面上场的是雷龙草 开启能量斗大招 泡泡动一下 停一下 动一下 停一下 最终泡泡枪僵尸获胜 下面上场的是水仙花射手 开启能量斗大招 僵尸和泡泡都晕了 泡泡被眩晕的时间非常长 对水仙花射手造成不了威胁了 最终水仙花射手获得胜利 下面登场的是气流水仙花 直接的泡泡在气流水仙花面前也是一吹就走 简直是不堪一击 但是在经过强化的泡泡枪僵尸面前 气流水仙花也是一碰就倒 简直是不堪一击 气流水仙花out 下面登场的是油菜花投手 又来了一个用火烧泡泡的 这大招没有任何的效果 还不如普通攻击呢 很快泡泡枪僵尸就获胜了 最后上场的是雄果救炮 面对时间的泡泡 雄果救炮的大招连人带泡泡一起击飞 但是泡泡枪僵尸还没出完 究竟哪边会获胜呢 最终雄果救炮获得了胜利